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頭顧高布杰 這個行情基本上經過了一個 800點的修正之後 很多人很想知道 台股跌完了沒 這一陣子來 基本上股市氣象台 我在節目上都透過技術分析 來告訴大家 那基本上我不太想再多廢話一些 而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把技術分析學好的話 其實你在股市當中 一定可以趨吉避凶的 哪裡是高檔 哪裡是低檔 第一個要件進來股市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股市的位階先搞清楚 那你就會贏人家一半 我相信我在股市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有告訴你說 進入股市 不管你是老手新手 或是剛出生 也不是剛出生 是剛入股市的新手出生兒 你要進股市的話 你一定要先清楚知道 這個位置在萬點附近 我告訴你 你要先區分好 到底這裡是高檔還是低檔 我有教大家看過 基本上怎麼去看 這個大盤月線 到底這個地方是高檔還是低檔 如果你確認好了 你就不會做錯方向 當你做確認動作做完之後 那我會跟你講 好 確認好了 好 那你先贏人家一半之後 接下來呢 你就要做出動作來 也就是你的正式要擺出來 你的預備動作要做出來 在5月我告訴你 5月初告訴你 我這個位置上面 在歷史高檔區放空 基本上你的勝率會很大 勝率會很大 但相對的 你在這裡做多的賠率 也就相對大 我相信很多的事情 股市氣象台 我在節目上 會告訴大家一些風險意識 不是我刻意要跟大家反市場 而是技術分析告訴我的事 相對在高檔位置上面的時候 我們遵照一個原則 一個規則來走 規則是這一些 雖然這幾個字 短短幾個字 短短的技術分析 可以透露出一些訊號 但是你看得出來嗎 我有教過大家怎麼看 那我遵循就是在高檔的時候 我一定告訴你說 你要避開風險 甚至啊 你做空基本上應該是 雖然做空是一個 違反人性的一個規則 但是呢 時代在改變 尤其是現在這個法人的時代 法人盤散戶要怎麼去贏 戰勝法人呢 法人盤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怎麼去戰勝全市場 成為市場上的贏家呢 這一陣子 一萬點回檔了844點 你有沒有成為市場上的贏家呢 當還沒跌的時候 你怎麼看得出來呢 我相信 我已經透過紀錄分析告訴你了 而是 很多人想知道 回檔的844點 跌完了嗎 來 請注意聽 我希望台股反彈 我希望台股反彈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很多人 在這個地方 沒有適時的把檔出股票 所以呢 一跌跌了800點 很多人是 已經開始嚴重套牢了 好 那我希望台股反彈 我希望台股反彈的用意 是希望大家還有翻身日的機會 還有給大家出場的機會 但是會不會來咧 會不會有這個機會呢 我直接告訴大家 中場線還會跌 中場線還會跌 因為這是一個出跌段 好 那下週呢 你要注意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 就是美股 美股在相對歷史高檔區域 或許FED說 好 我們這一次沒有要升息 但是呢 已經透露一個訊息了 升息腳步到了 但是咧 倒窮工業指數 這幾年來 沿著年線往上爬 沿著年線走多頭格局 但是呢 請注意看這三個月來 它出現了一個橫盤的狀況喔 它在這裡出現一個 橫向的一個走勢 這個橫向的走勢 會不會是盤頭咧 你要注意這一點喔 跌破季線 但是年線還沒跌破 沒錯 但你注意它在這裡 會不會是一個盤頭咧 接下來的大事 除了歐洲之外 歐洲之外 美股的部分你要注意喔 美股還在相對高檔上 美股還在相對高檔上 如果美股開始回檔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大態勢 那台股跌完了嗎 倒窮工業指數沿著 沿著這條三十週移動平均線 沿著它走 沒錯 沿著喔 但是這裡啊 來注意看這裡喔 我給大家看這裡喔 這裡有一個不尋常的跡象 就是跌破了 它跌破了喔 它扣底位置在這裡 它現在跌破了 它現在跌破三十週移動平均線 好 下個禮拜非常關鍵喔 如果它漲不上來 而是開始跌破往下的話 你知道喔 你要注意非常非常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情喔 這一路來 它都沒有跌破趨勢往下過喔 當它一跌破往下的時候 它會形成技術分析 跟我們講的 叫巴爺 葛蘭碧巴爺所講的 當趨勢往多頭的時候 它當然沿著趨勢線 一直往上走 但是當它開始跌破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第一個景緒 也就是一個賣點 也就是進入空頭的起跌點 當這個起跌點開始正式下去的時候 那你要注意喔 它就開始進行了一個 所謂的空頭修正 也就是說 它開始進行空頭修正的時候 對台股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對全世界的股市會不會造成影響呢 這一點就是下禮拜來觀察的重點 你注意喔 我基本上技術面 已經看出一些端倪來了喔 好 那有人說 這一次沒升息 但是呢 我說基本上 你要注意這個台股的一些風險 這些風險基本上 系統性風險歐債之外 還有一個叫流動性風險 也就是說FED升息的時候 今年勢必升息的時候 對熱錢撤出台股的部分 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也就是對亞洲市場造成一定的影響 那你仔細看一件事情 這叫新加坡股市 這個是240天移動平均線 一次跌破 那相對的 對照一下美股 美股還沒跌破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前回美國 所以它稍微比較強 但是前回美國 稍微指數它跌市之後 但是呢 它注意喔 它小心它的補跌 跌破年限 因為全球熱錢開始撤出股市喔 全球熱錢開始撤出股市 會有一個震撼力 新加坡股市就是一次跌 要升息了 所以呢 開始從多頭轉空頭了 來印尼股市也一樣 速度非常快 為什麼 熱錢撤出的威力 一次灌破年限 那美股還沒喔 美股還沒喔 但是呢 你小心美股 也一樣的 美股裡面有一些熱錢在裡面 同樣撤出的時候 哇 全球股市就 一發不可收拾喔 再來亞洲國家的馬來西亞股市 年限跌破 成空頭排列 從空頭排列 好 這一些現象 我要告訴你的是 熱錢撤出股市 多頭 Ending了 多頭結束了 多頭結束的時候 你不要去拆底部 你不要認為說 哪裡 跌夠了 再摸底 跌股完了嗎 如果漲了六年 才跌了 漲了三四千點 五千點 才跌八百點 你覺得跌完了嗎 中長線還會跌 但是我希望短線上 讓台股有反彈 讓大家做討命 做減碼 做拔檔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當初這裡沒有走的人 你要把握住 把握住台股每一次的反彈機會 那下個禮拜 除了美股的一個變數之外 還有一樣 禮拜四我告訴你說 金融股基本上 撐在季線沒錯 但是年限在這裡 當大盤一次灌破季線 年限之後 金融類股還撐在這裡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幾個月前 這幾個月外資買很多 但是你要小心它補跌 那站在技術分析上 跌破季線你要小心它轉空 今天有跌破的味道了 你要注意外資轉賣出金融股 所以你要去知道裡面的結構 那我透過國泰金告訴你說 國泰金的M頭形成的時候 你要注意它M頭成反壓 它已經跌破季線了 禮拜五跌破季線了 原因是 在這幾個月外資買了33萬張 讓它在這裡漲了這一段 但是它開始倒出來的時候 勢必會對股市對行情造成一定的影響 所以呢 下個禮拜的變數非常多 再來 這個月底 台積電即將除選席 有些觀眾會問說 那到底要不要跟它參與除選席 舊技術形態 這個形態 似乎有所謂的 三重頂跟圓形底的味道 這種形態 好 那跌破季線基本上應該是早賣點 那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邊為什麼外資一直在賣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 也是在去年決議了 兩稅合一 扣抵稅額減半這件事情 將會在今年正式實施 那扣抵稅額減半 到底對股東會有什麼影響 當然對股東有影響啦 尤其是公司的大股東 也就是說它今年參與除選席的時候 也就代表它明年繳稅的部分 會比今年繳稅的多增加一倍 多增加一倍 本來是百分之百 就會減到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說繳稅會比去年多一倍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是大股東 你要怎麼避稅呢 大股東最怕繳稅 大股東希望繳稅繳得越少越好 那會怎麼做 當然是棄權嘛 棄息嘛 也就是說這一陣子為什麼有外資一直在賣 大股東在賣 所以這一點給大家做參考 今年基本上沒有所謂除選席行星 為什麼 股東如果參與除選席 明年要繳稅就更多了 基本上呢 賣出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所以建議大家 基本上今年的除選席 可能很多人不會參與 你要記得這一點 再來 還有一些指標股 就是鴻海 鴻海在前一陣子外資買了不少 那基本上我從技術面告訴大家說 去年高點在這裡 股市三萬點 環運圈池它並沒有過 它在進行所謂的什麼 ABC的一個回檔修正 那現在呢 這幾個月它買了43萬張 那你要提防它賣出來 那賣出來就是說 有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要小心它跌破季線 它現在在季線附近 那也就是說 當外資賣出來的時候 它會進行所謂的補跌的一個動作 一補跌 除了金融之外 台積電之外 再來呢 鴻海之外 那這個大盤呢 就還沒跌完 這是一個邏輯性 也就是說 那如果你去 在幾個月去買股票的話 我相對的大部分是賠的比較多 那到底要怎麼賺錢 如果套牢的人 手上該怎麼處理呢 我有一個很好的方式 如果手上在召集股票 套牢破底的股票 該怎麼辦呢 我下個階段來跟大家講 你該怎麼做 所以呢 休息兩分鐘 稍後回來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顧得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顧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顧得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顧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顧得投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顧 顧得投顧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靈家具 一次都能賺錢 大陸為國際家具館 中年輕現正實施中 我們創業是為了圓夢 流入阿嬤的味道 讓大家都吃得到 就是我們的夢 創業的夢 創業超不浪漫啊 我們年輕人哪有什麼本性 我在網路上查了很多資料 發現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運用 像是教我們申請貸款 創業諮詢 找顧問請教 還有講師上行銷課程 現在這些資源被整合起來 成為一個挺年輕人創業的平台 也可以說是一個挺你圓夢的平台 這個階段跟大家談一些觀念的問題 也就是最近應該是說 如果你這個觀念沒有釐清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最近很懊惱 手上的吃骨該怎麼辦 也就是說插了操作方式 操作觀念不對的情況之下 就造成了他所面對的一些 我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最近我發現很多人有一些狀況 也就是說 這半年來 他的股票啊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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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現在在幹嘛 在等解套 應該說這幾個月他在等解套 那甚至有了股票一直跌的時候 他在那邊摸底 一路攤平 一路攤平 那等解套基本上 最後呢 為什麼會在等解套 因為他看不懂 沒有方法 我就以幾檔股票為例 來 叫郁金光 是不是等解套 你買了是不是在等解套 對啊 等解套 再來 這叫看陽的國塑 你買了是不是在等解套 沒錯啊 甚至是友達 你之前衝上去買 你是不是在等解套 甚至之前買進的人 現在是不是在等解套 為什麼在等解套 為什麼在等解套 就是你的方法 對不對 我說技術分析 你如果從 把透過技術分析學得透 你會知道方向邏輯 你就知道該做什麼動作 而不是在等解套 那有些人是一路攤平 為什麼 一路攤平就是一直破底一直破底 就像宏達電 一路攤平 從這裡一路攤 一路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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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破底 這是最糟糕的 甚至是這個叫 經電 一路攤 一路攤 就是破底 為什麼 他認為說夠便宜的 跌了夠了 跌了夠了 就是買一隻攤 一隻攤 攤到沒力了 兩手攤在沙發上 沒力了 因為一直破底 這叫加聯益 一樣啊 一隻攤 一隻攤 攤到攤到攤在沙發上 兩手無力了 接到沒力了 那這個觀念對嗎 如果你把技術分析學好的話 你就知道你該怎麼做 趨勢往下個股不能亂接 而是趁反彈應該找賣點才對 沒錯吧 這是一般人的狀況 但是呢 股市氣象台我 如果是我的做法 我是在幫大家解決問題 什麼解決問題呢 當你看到那些股票的時候 你要去想辦法去做價差 尤其這是趨勢往下的過程當中 你要做的是什麼 想辦法去做價差 雖然你是套牢賠錢的 想辦法做價差是幹嘛 讓你賠少一點 就通常拿點200 100有6 跌破100 如果都不賣的話 你就眼睜睜看到200 200 跌到100 再破100 這不是價差嗎 如果你做價差 你是不是可以虧少一點 當然解決問題要有方法 最怕的是你不願意解決問題 到了破底的時候 才想說怎麼解決 那我昨天有講到說 不要請鬼拿藥單 能夠真正幫助到你的一定是 他看得懂股市要跌 股票要跌的時候 有提醒過你的人 我相信 我相信這一部分我都提示過了 我相信我可以幫助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解決這個問題還不夠 我還可以幫你幹嘛 這個 你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爬起 我相信大家都會講 但是不是叫你再去買股票 現在買股票的風險大嗎 當然大啊 股市 來 股市還在這個相對高喔 現在買股票如果崩下去的時候 買股票是不是增加你的問題呢 帶你再去買股票 是不是增加你的問題呢 當然是啊 所以呢 你要去找尋避險工具 我相信我有一個很好的避險工具 我的會員都很清楚知道 接下來該怎麼做 而是說放空一定要有方法 也就是你要有一些放空的必勝技巧 從哪裡跌倒就從哪裡爬起來 你的股票從哪裡跌下去 你就要想辦法去 很多股票會循著你之前的股票跌下去的那種模式 你就去把它討回來 但是呢你要有那個勇氣 那個技巧 那個技巧我會帶你怎麼做 我會帶你怎麼做 我相信我有做的績效 我一一都會告訴你 就像當時的這叫星象 在去年年底 透過頭肩緊急帶擺到原理 我說這個地方 這個股票我就是帶你放空 為什麼 你不要看紅糖店跌下去 哀紅遍野 有的股票就循他的模式跌下去的時候 你去賺他的錢不是比較快嗎 好這一段來 我快速給你看一下 來 這都是我實戰的一個績效 會空 當然也會補 補完坐駕差 坐駕差之後再去空 再空 再空 這一路來 最後呢 回補 所以在這一段的過程當中 你就是找方法去做就對了 這是我幫你的 那我可以幫你什麼 那還有沒有這樣的個股 當然有 絕對有 這一檔 跟星象的形態是一模一樣的 相對的它股本比較小 我需要帶比較特別的人進場 相對它走哪一種形態 下跌五波反彈三波已經到末端了 基本上整倍再起跌的時候 這是你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相對的 再來 還有一些股票 華雅科 我相信我也不用再多說一些部分 華雅科怎麼疊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華雅科從這邊來看 你有沒有方法 如果你吃有華雅科的人 怎麼做 來還是快速給大家看一下 來 投會有形態五波反彈的形態 好 那相對的 你吃有這樣的股票 我可以帶你做價差之外 有的股票跌下去 你就從那裡去討回便宜來 討回公道來 我有做的 我就呈現給你看 好啦 來做回補吧 回補的目的是 我要找尋另外一檔 回補的目的是 當這樣跌完之後 我會找尋下一檔 那希望能夠幫助到 這些在等解套 在摸底 一直在攤平的人 結果呢 問題越來越大的人 我希望給他一個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方法 那個方法 除了你的套牢股票 怎麼去做價差之外 我希望你能夠認清事實 當行情股市 還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尤其整個全球的股市的事 都往下的過程當中 你做多 賺得到錢嗎 反而做空 速度很快 一個月就跌下來 一個月速度非常快的情況之下 做空賺錢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現在在比賺錢獲利速度的一個時代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個方法 那個方法不要逆勢而為 要順勢操作 我一直強調 觀念很重要 如果你一直在等解套 一直攤平 一直摸底 最後就是錢 越來越薄 越來越少 也就是寫本無歸 那我相信我可以幫你的是 我看到了一檔股票 跟華爾哥同樣的模式 我認為基本上 它是一個你非常好的機會 就是剛跌破季線 剛跌破季線 找空點的這個狀況 基本上這股票 起跌訊號來了喔 起跌訊號來了 所以呢 基本上 我標榜的財富重奔配 有這個放空策略 搶短多策略 未來跌到哪裡 我絕對會進場搶短多搶反彈 尤其是你股票套了 你要怎麼做價差 我也有辦法來幫助你 相對的 一年一度的端午節 我們公司會有一個所謂的優惠方案 這個優惠方案 基本上 我覺得我不用再解釋優惠方案 而是 你要有一個行動去打電話 進來詢問我們服務人員 因為一年一度的方案裡面 有很多的內容 我需要你打電話進來 甚至我們來talk一下 觀念談好之後 再來加入的行列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歡迎你跟我們線上助理 做一個聯絡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氣密窗 專利複合式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 1111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情分析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實名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情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表演 但其實我更熱愛運動 教育部體育署憲政大力提倡 全民運動 並積極推動各項便民政策 與設施 限制鄉鎮球類競賽 讓你做個運動 勉甘錢 免費體適能檢測服務 讓你注意體適能狀況 9月9號 全台公共運動設施 免費提供民眾使用 運動99 健康99 體育署邀你一起來運動 這新場把你變小的冒險旅程 帶來五感超滿足的超Q新體驗 6月18日起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超Q現身 購票請下官網或來電掐詢 當股市千變萬化 當操盤千頭萬序 當機會千載難逢 昨日起用1000元 體驗轟天雷一個月 讓轟天雷的千軍萬馬 成為操盤利器 千言萬語 這次只要1000元 請播0223653255 安全型自在好心情 多不分心你 我最喜歡從Daddy媽咪